歡迎收看品觀點 我是謝夢公 謝謝加入本週的小夢觀點 本週我們要跟大家討論的話題是網軍 大家都知道這個楊慧如呢 已經在最近被起訴了 那其實他被起訴的消息傳出來呢 很多這個比較年紀偏長的人呢 他們就說活該啊 終於被抓啦 你們看你們年輕人社團在造謠 其實不是這樣 在PTT這個所謂的年輕人的社群裡面呢 其實大家是更開心看到他被抓了 因為長期的這個大量的網軍的造謠 其實已經對這個論壇造成一些 不可逆的影響了 那這個事情到底他的起源是什麼呢 我們要從這個蘇啟城外交官的自殺案開始講起 那時候是燕子颱風撞到了這個關西機場 那整個機場被封閉 那封閉之後呢 日本當地的單位呢 就要派遊覽車去把當地的旅客接出來 這個為什麼會後來演變成這麼大的消息呢 其實最初的起因 單純只是中國的觀光客在被遊覽車接出來的時候呢 中國的代表有上遊覽車去跟他們 說嗨啊 送一點東西問候 於是這些中國的觀光客就以為 這些遊覽車是中國官方派出來的 他們就上他們的微博了 就打卡說啊這個中國好強大啊 謝謝中國 那這樣的新聞呢 很快的就被中國的官媒環球時報給引用 那就變成說 欸 中國很強啊 中國可以率先的撤僑啊 把他們的這個災民給撤出來 那中國的官媒一引用之後呢 台灣的3D跟蘋果又馬上的跟進 那不過3D這邊這時候就做了一個動作 讓大家不太清楚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下了斗大的標題說 只要台灣能聲稱自己是中國人 也能跟著被撤出來 那這時候台灣當地的這個媒體呢 就造成一個 很嚴重的一個回響 大家就在講說 欸 這個中國是不是又在戰士靈人了啊 那在這之後呢 開始就把這個戰線移到PTT裡面去了 PTT有一位咕嚕咕嚕 有一個網友叫咕嚕咕嚕 後來查出來是一名大學生 他就出來造謠說這個 他被車子接出來之後啊 那後來打給這個 大阪的辦事處 那大阪的辦事處呢 不只不提供幫忙還善效他 那不過當然這個討論一出來 很多人就在講說 因為他這個咕嚕咕嚕 他要求的是說要請這個 使館 待訂 的飯店 那很多人也講說奇怪 這明明就不是他們的工作吧 但是在這個網友講完之後 許多的名嘴 就拿 剛才我們前面講的中國的資料 台灣媒體的資料 那以及這個 網友的資料呢 就拿出來大力的去攻擊 駐日代表跟這個大阪辦事處 那在大量的攻擊之後很多人就把矛頭指向 謝長廷 駐日代表謝長廷的身上 許多的網友去謝長廷的 臉書留言 去這個他們的Google的評價這邊給下很多的負評 這時候最關鍵的人物出來了 也就是我們講的卡神他的帳號 這個IDCC這個帳號就出來 PO文說 其實啊 小夫在背黑鍋 小夫指的是謝長廷 小夫在背黑鍋 這些大阪辦事處的人 他們連日文都不會 他們是黨國於孽 小夫指揮不到他們 他們是垃圾老油條 那講出了這個非常重的指控之後呢 他是試圖去把這個風向從謝長廷的身上 帶到這個大阪辦事處的身上 而且馬上民進黨的人呢 民進黨的立委 以及謝長廷本人呢 他們都指出來說 那這個 大阪辦事處要檢討 如果有錯的話就要道歉 一系列的動作呢 最後甚至去 撐除了這個 蘇啟成 並且 給他 秉等的打擊 還有要調職他 那最後面我們大家都知道悲劇就發生了嘛 蘇啟成就自殺了 那他自殺之後呢他的遺孫才把這個 聲明稿拿出來 那這聲明稿內容是這樣 他說遺書的內容 其實根本沒有提到假新聞 而是上集檢討後 不想被羞辱 所以蘇啟成才以死明治 家屬手中還握有通聯紀錄和遺書 外界目前講的很多說法是誤導視聽 且有謝則之嫌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說這個 把風向倒過去呢 其實很大的一部分的目的呢 是要去講說 這個是大阪辦事處做錯 那是因為這個假新聞的關係影響 不過蘇啟成遺孫他最後面提到他的說法 很明顯他是因為 受不了上級的壓力 那才做出了這個遺憾的事情 那我們大家就在檢討這件事情 其實這件事情就因為我以前受飛行訓練的時候呢 我們都有學到一個理論 其實起司理論是這樣 每個起司在發酵的時候呢 他會自然的產生孔洞 可是只有在極端的狀況下呢 多片起司擺在一起 他的孔洞剛好連成一條線 這就是我們講的悲劇發生 其實有很多條防線 但是我們剛剛講的前面包含說這個 中國誤傳的消息 台灣亂引用的消息 那這個網友的造謠 那包含這個網軍的帶風向 以及這個長官不願意去挺 下屬 種種的這個 每一個原因造成的這個最後的悲劇 因為這個事件之後呢 很多人就開始在想說 為什麼 現在的網路上會這麼多的網軍 其實網軍的狀況不是只有在台灣 在全球都有這樣子的狀況 他的背景其實是因為我們講的一個現象叫做 後真相政治現象 所謂的後真相政治呢是指 以前我們大家都說 事實勝於雄辯 但是在現在這個媒體蓬勃發展的狀況之下呢 現在其實已經反過來了 雄辯勝於事實 當一個辯詞 大量的被引用 大量的被 很多個選民 所相信之後 其實他就會變成一個事實 因為我們本來看一件事情就有不一樣的角度 這個事情在 歐洲的部分呢 在英國脫歐的時候呢 這個VOT LEAF 這個希望離開歐盟的這個團體呢 他們其實就大量的去散播一個 英國留在歐盟裡面要去養這些 他們講的 乳蛇啦 其他國家這些乳蛇 一天要花3.5億英鎊 那其實這後來證明完全是假的消息 不過他們還是大量的去使用這個 去洗腦大家 那在美國的部分呢 就有人說川普他是使用了這個劍橋分析 他是一個數據分析 你也可以說他是一個 網軍公司 他的做法呢 是他去 定位出 各個區域的選民 並且 以他們 關注的 重點 比如說有些人關注的是房價 有些人關注的是薪水 去投以假消息 或者是說 是真是假的消息 來幫這個川普帶風向 那 這些網軍的做法呢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定義 什麼樣的人是網軍呢 其實網軍呢 他最主要是要有 第一個要有 主知性 第二個 要有指揮成績 第三個當然就是有 拿薪水 那在台灣的網軍的做法是什麼 其實大家很常看到這個 正式人物的臉書的粉絲團下面 有大量的這個貼圖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試想過 是誰有這麼多的時間 來做這些的貼圖 大量的去傳播它 以及說現在還有很多的 側翼粉絲團 就是他可能掛的是某某迷因 或是說什麼某某搞笑影片 但是實際上他們全部都在講政治的 他們就試圖用這個 不是正式人物的帳號 而是用這個側邊 旁敲側擊的方式 去達成他們要的目的 那 他們的目的是要什麼呢 他們其實就是要製造一個 潮流 就是讓大家認為說 好像 什麼什麼什麼 那就一定是 什麼什麼 去把這個 整個邏輯呢 他們去去脈絡化 變成說 你如果是A 那你就是B 你如果是怎麼樣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以這樣的方式去影響輿 那最後達成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跟中國的網軍做法 他們就是希望 這些 領前的網軍 大量的去攻擊之後 讓這些 所謂的義勇軍 就是你可能你看了這些消息 你就感到義憤 你就幫忙去傳遞這個訊息 大量的義勇軍出來之後 那這就形成了一個 勢不可擋的 趨勢 那在 台灣的PTE上面呢 其實除了楊慧如之外呢 之前還被抓掉了兩個 一個是之前大家講的 台獨機關槍李柏璋 那另外一位呢 就是這個跑步哥 跑步哥講說他在鴻海啊 被人資追啊 那時候他出來罵了很多 這個侯友宜以及郭台銘 最後面被郭台銘提告之後 這個跑步哥集團就全員被殲滅 那除了在PTE之外 臉書有沒有 臉書當然也有網軍啊 臉書的網軍 其實最明顯的一支 就是8月的時候爆紅的 台北二棍 那這個台北二棍 那時候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都上去叫他爸爸 就是因為他好像 爆了很多的料 但是其實大家靜下心來就會發現 他比如說他爆的這個科文哲大灣北的料啊 那個很多都是已經知道新聞就有的東西拿出來講 或者是說他後來在攻擊這個一方茶飲 這個一方茶飲雖然那時候大家說啊他舔共很多人在罵他 不過這個台北二棍引用出來的資料其實很多是錯誤的 拿錯誤的資料來攻擊這個一方茶飲 來達成他的政治目的 那他也大量的去對這個很多的 網友啊以及這個 所謂的網紅或者是說這個 KOL意見領袖呢 去實施我們講的這個全民英檢 去問你到底是不是小英的支持者 你若不是你就是中共同仁 他不停的實施英檢 直到他最後面對上的宰本橋 也就像時代利昂這個不分區的提名委員 那宰本橋本身是資訊人嘛 他最後面他就問他一句 那請問如果我今天支持蔡英文就就就就沒關係嗎 這個台北二棍也很有趣他就回頭對如果是這樣我就跟你道歉 那這個宰本橋就震怒啊就奇怪了難道說我支持 你要的人那我講的話就全部變成是對的嗎 那當然宰本橋跟他背後的這些科技的人很多就把這個台北二棍找出來 其實根本不是什麼 住在美國的富商啊其實根本都是亂講啊 他就是一個高雄人以這個虛偽的身份在網路上帶風向 那 講了這麼多關於網軍的事情啊 我們大家就開始討論說這個網軍的事情到底 我們有沒有辦法去避免這些 那我認為 其實這次楊慧如被起訴呢 這個是以五路公署罪 這其實不算是什麼重罪啊 因為我們目前還沒有針對網軍去定義一個罪行 所以我認為改變的方式 第一點是我們必須要針對這種帶風向假新聞 要增加罰則 那第二點呢就是大家要提升媒體試讀的能力 特別是越簡單的資料 所謂的懶人包 要記得懶人包就是指說 一個複雜的東西經由某個人的消化之後所做出來的結論 那當然他消化出來的結論就是他要的結論嘛 懶人包這種東西其實就是也是影響我們非常大 杜絕網軍這事情其實全球目前都在去研討這個辦法 但是我認為網軍的現象其實還會繼續的持續下去 那這就是本週的小夢觀點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討論或是有任何的意見呢 歡迎留言 我們會在下週的時候跟大家回復跟大家討論 謝謝大家